霍思燕猝不及防提及小泡服,恩恒脱口而出一句话,让人蓬腹大笑。 在最新一期的《妈妈带拔几》中,霍思燕起来梳妆打扮,自使恩恒开启捉弄摄影师的模式。 她静止走进帐篷会中,随后帐篷瞬间倒掉。 一旁梳妆打扮的妈妈或思燕也很无奈地表示恩恒为什么每天都要去拆那个小房子。 细心的朋友都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恩恒第一次捉弄摄影师了。 霍思燕梳妆打扮完毕后,恩恒已经摆无聊来的坐在沙发上。 霍思燕梳妆打扮完毕后,恩恒已经摆无聊来的坐在沙发上。 恩亨玩!霍斯燕透露现在小孩子接触太多的电子产品了。 但是恩亨明显对妈妈霍斯燕的玩具并没有特别感兴趣。 玩了一会后,她竟只走进房间拿了一套奇特的衣服和面具出来。 原来这是恩亨朋友的妈妈送给恩亨的。 随后霍斯燕也来到恩亨身上帮恩亨把衣服穿了上去。 最后霍斯燕提议恩亨穿上这套衣服一起去公园玩。 母子俩到达公园了。 午后惬意的阳光暮律下。 霍斯燕开启教导模式。 霍斯燕对恩亨表示不要在意目标,要学会欣赏沿途的风景,要学会慢下来。 这仿佛是对她自己说的。 很快奴子俩就早达了一个玩套圈的摊位前,恩亨十分开心地玩了起来。 但是,很明显这个摊位是节目安排的,因为霍斯燕根本没有全部把玩具套进去,老板居然表示可以拿走玩具。 最后母子俩收获满满。 后来到了一个画画的摊位前,恩亨环让老板用妈妈霍斯燕的名字做画。 期间恩亨环高情商的夸赞老板的画画功底十分专业。 结束了半天的公园游玩时间,母子俩回到家中。 霍斯燕又拿出呼拉圈要玩套圈的游戏。 过了一会,霍斯燕拿出一包营养图表示让恩亨重东西。 霍斯燕表示这是一个序愿术,可以实现三个愿望。 霍斯燕是一个序愿术,可以实现三个愿望。 于是恩亨脱口而出他觉得会长成香蕉和猫爪子。 霍斯妈妈霍斯燕也表示他觉得会长出番茄。 霍斯燕最后妈妈霍斯燕猝不及防皮脊盆中会长出小泡芙。 霍斯燕突然愣了一下,随后脱口而出,会长出一个臭爸爸,瞬间令人恍复大笑。 不得不感慨或思念的教育还是值得学习的。 他也透露想要一直让恩亨保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网友们的词 weet 支持明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解决的感想力。